香港警方前天援引港版国安法大动作逮捕5名依传媒高层 集团首席执行员张建宏和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 今天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数十名支持者到法庭外声援 法官最终拒绝两人保外 将案件压后到8月13号再审 依传媒高层张建宏和罗伟光 今早8点乘坐球车抵达西九龙裁判法院 除了有大批民众在场声援 准备排队入席聆听审讯 还有苹果日报职员历称到底 根据控撞张建宏和罗伟光 去年7月1号到今年4月3号期间 在香港和异传媒创办人李志英 以及其他人一同串谋 要求外国人员对香港或中国 采取制裁或封锁等敌对行动 抵触国安法 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安罪名 控方指出 这次的逮捕行动 充公超过40部电脑 以及16部伺服器 要求案件压后8个星期 直到8月13号再审 确保有充足时间 检验所有器材 控方也引述黎志英案件 指嫌犯没有充足理由 不会再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因此反对两人保释 辩方马上提出各种保释条件 包括300万港元现金担保 辞去现有职务 并且不接受任何访谈等 法官苏惠德听取空 变成词后 最终决定拒绝被告保外 案件压后到8月13号再审 至于两人则得还押成教署看管 同样在案件中被捕 昨晚获准保释的苹果日报副社长 陈佩敏到场旁听 对于法官的决定表示失望 下午两点张建宏和罗伟光分别乘坐两辆球车 在支持者声援的声浪中 离开法院 前往立之脚收押所